在哈佛大学凌晨四点半这本书中 曾经问过这样一个问题 新的一天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 日本作家川端康城写下 云晨四点醒来 发现海棠花未眠 科比在谈及他之所以能成功的原因时说 云晨四点的洛杉矶 满天繁星 灯火辽落 行人很少 而哈佛大学图书馆的凌晨四点半 已是灯火通灵 随处可见埋头学习的深深雪子 而你的凌晨四点半在干什么 你的一天又从什么时候开始 迷茫 仿佛是我们人生必经的一个阶段 当迷茫时 不妨来看看哈佛图书馆的这五条人生训言 一般觉得自己为时已晚的时候 恰恰是最早的时候 世界上最长的是时间 最短的也是时间 我们总是感到很多事情还没来得及做 时间就已经过去了 因此 我们常常为此感慨 觉得一切都晚 都来不及 但是 我们不知道 有些时候 事情并不像我们所想的那样 很多觉得为时已晚的时候 恰恰却是最早的时候 摩西奶奶曾说 回顾我的一生 在八十岁以前 一直默默无闻 过着平静的生活 八十岁以后 未能预知的因缘际会 将我推向了巅峰 七十六岁 她还是一名农妇 没有任何绘画基础 八十岁举办个人画展 却轰动全球 九十四岁以画家身份 登上时代 生活周刊的封面 纽约州将她的生日 命名成摩西奶奶日 美国总统肯尼迪 称其为 身受美国人民爱戴的艺术家 我在想 即便一个人在退休后转行 那也来得及 因为你再晚 也晚不过摩西奶奶 人到底该在什么时候 做什么事 并没有谁明确规定 如果我们想做 就从现在开始 哪怕你现在已经八十岁了 只要开始 永远都不会晚 投资未来的人 是忠于现实的人 哈佛大学 曾进行过这样一跟踪调查 对象是一群在智力 学历和环境等方面条件 差不多的年轻人 调查结果发现 25年后 有长远目标的学生会 成为一个相对成功的人 而没有目标的目标 大多过得很不如意 并且常常在抱怨他人 抱怨社会 抱怨这个不肯给他们机会的世界 当然 也抱怨自己 小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被 问到以后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但大多数人 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个问题 只是随波逐流地长大 浑浑噩噩地度日 李尚龙出生于军人家庭 在18岁那年 被父母送到了军校的学习 但李尚龙并不喜欢军队的生活 他喜欢英语 喜欢看书 他常常在空无一人的教室里 苦练口语 仿佛只有那个时间段 他才属于自己 而同学们 却暗地里讥笑他 军校不需要学英语 后来他报名参加了2010年 CCP希望之星英语风采大赛 一举拿下北京市冠军 全国季军 也因此为自己所在的部队 立下了二等功 成为部队重点培养对象 当时的新东方也向他伸来了橄榄枝 他没有犹豫 就选择了成为一名英语老师 在教学期间 他坚持读书写作 希望可以成为一名作家 有同事对他说 你是英语老师 把书教好就行了 作家又不是谁都能当的 谁也没想到 他真的出书了 并且本本爆火 还卖出了版权 拍了电影 从军人到英语老师 再到现在的作家 他一直在不停地投资自己 从某种程度上说 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投资者 你今天所付出的一切 在将来都能得到回报 而如果你不去努力 不去付出 不让自己有所进步 那就像存折里的金钱一样 不仅不会有利息的回报 反而会使钱财不断流失 最终让自己身无分文 所以一定要不断地前进 增加自身筹码 狗一样学 绅士一样晚 吴小波是全国最贵的财经作家 身家超过20亿 他从1996年开始 每年写一本书 与此同时 吴小波管理着两家公司 运营公众号 做跨年演讲 按道理 他应该忙得 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 然而在一次采访中 吴小波说 自从1997年开始 大约20多年 我晚上都不工作 一余时间大多奉献 给了韩剧和麻将 很多人认为 勤奋努力 就要废寝忘食的蛮干 多休息一秒 就是可耻的 这种盲目的苦熬理念 误导了许多人 人生要努力 也要勤奋 但更要找对方向 劳逸结合 真正的高手 懂得事半功倍 把时间花在刀刃上 专注在20%的核心上 剩下80%的问题 迎刃而解 记得在公司里 到了下班时间 明明事情做完了 还有许多同事 不想走 要么在工位上磨洋工 要么在会议中 做没有意义的讨论 生命是何其的宝贵 为什么在这种 努力的假象中 寻求存在感呢 低质量的努力 往往比懒惰更可怕 请享受无法回避的痛苦 俗话说 人生不如意之事 十有八九 活到最狂妄的年纪 忽然瘫痪 残废了双腿 这是放在谁身上 都不能接受 石铁生也不能 在此之前 他就读于名校清华附中 成绩好 长得帅 还是个体育健将 在学校风头无两 被称为全能男神 然而 命运跟他开了个玩笑 一场大病后 他瘫痪了 曾经的八十米 跨栏冠军 被命运摁在轮椅上 二十一岁的他 被这场突如其来的苦难 彻底击垮 一度失去活下去的勇气 曾三次自杀未遂 在残废的最初几年 石铁生找不到工作 前路茫茫 一颗仓皇无措的心 无处安放 仿佛命运的指引 他来到了地毯 在地毯 他得出了一个结论 生是不容辩驳的既定存在 而死是一件无需着急的事情 也正因为这段痛苦的经历 成就了后来的石铁生 面对痛苦 最难得的是以平常心对待 罗曼·罗兰说过 这世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 那就是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 依然热爱生活 如果痛苦无法避免 就要学会接受 拥抱痛苦 或许就拥抱了痛苦背后的礼物 我荒废的今日 正是昨日 允身之人祈求的明日 获得哈佛大学荣誉学位的科学家 本杰明 富兰克林 有一次接到一个年轻人的求教电话 并与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当年轻人如约而至时 本杰明的房门大敞着 而眼前的房子里却乱七八糟 一片狼藉 年轻人很是意外 没等他开口 本杰明就招呼道 你看我这房间太不整洁了 请你在门外等候一分钟 我收拾一下 你再进来吧 然后本杰明就轻轻地关上房门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本杰明就又打开了房门 热情地把年轻人让进客厅 这时 年轻人的眼前展现出另一番景象 房间内的一切已变得井然有序 而且有两杯倒好的红酒 在淡淡的香气里酿着微波 年轻人在诧异中 还没有把满腹的有关人生 和事业的疑难问题向本杰明讲出来 本杰明就非常客气地说道 干杯 你可以走了 手持酒杯的年轻人一下子愣住了 带着一丝尴尬和遗憾说 我还没向您请教呢 这些难道还不够吗 本杰明一边微笑 一边扫视着自己的房间说 你进来又有一分钟了 一分钟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懂了 你让我明白 用一分钟的时间可以作许 多事情 可以改变许多事情的深刻道理 每个人的一天都拥有24小时 1440分钟 86400秒 唯有利用好时间 才能跑赢时间 有些人碌碌无为 有些人出类拔萃 之所以拉开如此巨大的差距 无非是对待时间的态度不同 梁石秋说 最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件事 是看着钟表上的秒针一下一下的移动 每一动一下就是表示 我们的寿命已经缩短了一部分 再看看墙上挂着的 可以一张张撕下的日历 每天撕下一张 就是表示我们的寿命又缩短了一天 珍惜眼前的每一分每一秒 也就珍惜了所拥有的今天 知乎上有个问题 为什么我听了那么多的道理 还是过不好这一生 高赞回答一针见血的达到 因为你从来没有开始行动 点了再看 想要明天变更好 今天就要开始努力 行动是治愈迷茫最好的解药 道理不应该仅仅被挂在墙上 或写在书中 更应该被我们践行在生活中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希望你能点赞或留言 表达您真实的感受 并且分享给身边的人 最后让我们成为更好的自己 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觉被所有人抛弃 生活这么拼命努力 是不是也算一种远离 这世上除了我 只有千万个你 原来那些承诺